这个不是特别好 位置也不好 因为李安哲他还是蹲位上比较大 这是李安哲 但是还是继续看看广州队的进攻 陈英俊也轮换了 对 进攻已经来了 连到两个中头了 如果说梅森这样打的话 这个鞋簧还是不错的 但是广州队的攻処转换还是蛮快的 而且他支配球的人现在两个点 比较足 陈英俊也开了 对 你看这连续几次篮下进攻 再转移过来 这一下可能要停一下 其实这个暂停 晚了一点 再早一点可能会更好 现在负三分被对方追回了十分的情况下 那么这会需要你更冷静才行 反过来 反到这边冷静 对 反到这边冷静 看梅森能不能给予还击 这是他在这个角色当中应该做的 对 关键的时候要站出来 为什么不偷篮 其实就是这道理 如果他有识破你的意图 你要做出反向的 可能对你的更可恶 被抢断了 对 被切下来 对 四打二 给快攻 但广州呢在后场呢现在做的是加法 忠义镇再次出手又中 哇 太夸张了 四中四的外线啊 太夸张了 这个夸张用的好 哈哈哈 太夸张了 比赛的时候 确实是存在着各样各样的这个角度 或者 哼 又是特点 又一个 陈英俊也厉害了 陈英俊要找到这个感觉的话 你看 本来是四分球 然后变成六分 一打二击 一打二击 失误了 对 广州队的机会啊 陈英俊 哎呦 顶牌了啊 呃 证一下 货文 对方 不是防守 对 要防守 啊 要防守 防守提上是什么啊 看看 这个位置 哇哦 八投七中的外线手感啊 哈哈哈 这 这怎么 巨星都给三分 呵 球发布出来 要注意时间 要注意时间 哦 这个很危险 好悬 好悬啊 好悬啊 其实就怕这个 没错 不要仓出投篮 嗯 一定不要仓出投篮 要的是成功率啊 攻击篮下 对 效果有 嗯 按照剧本 走势 发生这种转变 对 精彩的比赛 嗯 来看看 先发球 给出来 陈英俊 突到篮下之后 出手 打尽 1.8秒 竟然给绝杀 1.8秒 接连队 如果 那比分就此终结的话 准绝杀 对 嗯 谁能想到广州队 是一个这样的 方式 方式 其实当时我就说 他这个讲这个两个人 就是陈英俊和这个谁 嗯 但我觉得戴回一波防守还是不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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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